顺莎被评为外战狂魔 而且沙神曾起他去指导顺莎 使得沙莎他的实力暴增了五倍 张仪宁也说出了一番大实话 那么顺莎很可能将会成功独冠 王称国贫度当中 新一届的大魔王称号了 沙莎能不做到呢 提到这里之前 欢迎大家给咱们的视频 尝一下点赞按钮 感谢大家 我们重点跟大家一起分析分析 顺莎在比拼的过程当中 为什么会被众多球迷跟庄家朋友们 纷纷把他称之为外战狂魔 顺莎在过去有着一个小魔王的称号 那已经算是不错的了 因为顺莎他能够接连很少国外众多的 很强烈的竞争对手 莎莎打得很顺利 而且打得很顺畅 看顺莎的比赛有一种什么感觉 很舒服 内心很踏实 顺莎他在球场上不会说 很慌忙 也不会说比分落后的时候 他会很紧张 会冒冷汗 沙沙都不会 顺莎反而是年纪轻轻 作为00后的选手 现在才21岁 就展现出了那一种大将的风放 展现出了那一种非常坚毅 非常坚强 而且非常聪明的一种球风 他在球场上 之所以会被称之为外战狂魔 那么原因非常的重要 也是非常的简单 面对国外的选手 基本上都赢 没有输 哪怕说 再厉害的乒乓球运动员 包括了张仪宁 大魔王 邓亚平等人 曾经都输过给其他国外的选手 其实这都很正常 没有说哪一名选手可以 百仗百胜 但是 孙宁沙最近这两年 反而做到了这一点 真的是百仗百胜 你看孙宁沙 面对国外的选手 那种心态稳定性 那种状态发挥 真的 只有当年的张仪宁 大魔王 能够达到这种水准 那面对国外的选手 孙宁沙基本上不会说 心态不好 状态不好 发挥不好 场地不好 莎莎从来都没有抱怨过 从来都没有提出过这些问题 哪怕说陈梦 王曼玉 陈信同等人 他们共同认为 本次比赛WTT 可能说场地安排有些问题 而提出了 要接下来做出调整 那么莎莎她是怎么回应 莎莎 压根就没有提到过场地的问题 孙宁沙哪怕说 你换一个大的球桌给她也好 换一个小的球桌给她也好 她打两下 很快就能够适应的过来了 孙宁沙她是作为什么 过往WTT第一届比赛的总冠军 以往在澳门举行了 WTT商业大赛 孙宁沙成功获得了比赛的冠军 收获了很多的奖金 收获了冠军的奖杯 孙宁沙当时也同样是外战能力特别强 面对国外的选手 只有一个字 杠 能够很稳定的赢下比赛的胜利 所以孙宁沙面对国外的比赛当中 那基本上称得上是百战百胜 最近这两年的比赛当中 我们基本看不到孙宁沙会输给国外的选手 所以说在众多的比赛过程当中 只要刘国梁 只要接下来的李笙祖教练 能够坚持一个点 我们国兵包囊比赛的冠军肯定是稳稳的 也就是女子当达比赛的冠军 派出孙宁沙就行了 孙宁沙哪怕说她一个人分在了下半区也好 哪怕说她一个人去对战所有国外的选手也好 无论你怎么分区 无论你怎么安排 沙沙面对国外的选手就是能够赢 就是能够赢得很顺畅 赢得很顺利成章 要么打4比0 要么打4比1 如果说打三局的话 沙沙基本3比0结束战斗了 所以说孙宁沙被称之为外战狂魔 那真的是很厉害 现在还有了陈启祖教练 这一名被称之为杀神的主教练 他的亲自指导之下 孙宁沙的总体实力真的是暴增了5倍之多 之前的张仪宁大魔王是怎么评价孙宁沙的 想不到孙宁沙的进步速度这么快 现在的打法这么犀利 而且球技变得高超了这么多 孙宁沙很具备大魔王这个潜质的 只要说他能够稳步的发展下去 未来的比赛当中肯定是可以成为国兵新一届的大魔王级杯的选手 那么如今来看了 陈启祖教练给到他指导 张仪宁大魔王也给到了孙宁沙很好的点评 沙沙未来的比赛当中 肯定是可以成为外战狂魔以及新一届的大魔王了 大家是否支持和看好 孙宁沙欢迎做出你的点评 也欢迎大家给咱们的视频参观一下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我们下见